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小妹今天就去加一点羊桃回来烟剂 因为这段时间老鲨鱼 因为给它焖坏了就不好 带烟剂的话 想吃的时候就随时拿下来 走了 我们过去 哈哈哈哈 啊 长得好多啊 没有注意看以外都是叶子 这些里面都挂芒果的 等它没有熟的时候摘回去泡呢 它就比较脆 熟的话就几种生气 连一条小小的数据都长了五六个 像这些这个羊桃 它的品种都是一年长四次 你们看我经常都有羊桃来摘的 有了这些斑点无所谓的 我也没有打牛 因为这边的很多这些小牛都有在吃 这个是熟了 这个是田羊桃 你以为准备是装了 哈哈哈哈 装不来了 如果是酸的话 你不皱点才怪 是一样大 都是摘一种都差不多一样大的 就一起浸泡 太大根 泡得有点难用 要先泡具一点了 讲得太多了 哈哈 嘿嘿 这个是几次翻它 也是一年长四次 哈哈 哈哈哈哈 把它清洗一下就可以泡了 不知道这个罐能不能装完 这一点 不知道这个罐能不能装完 只能灌这么多了 剩下的就是不灌了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地方 没有塞进来 那如果你挤压进去的话 这个羊桃压扁了 这样泡的话就会那么好 你也不好 你再不压它 现在再去加一点辣椒 你看这些辣椒 就说你在鹿旁边也没人在的 很快又有山木果吃了 你看 就是去年嘛 我们是拿了一把剪刀 把上面那个高高的数据剪掉了 你看长了多少的山木果 这个是这么长的 有些地方叫长绍果 太淡的话容易变坏 太咸的话又不好吃 等下放水下来它就会融化了 放那些凉开水 放这个水要盖过这个羊桃 这一点呢是白酒 放到上面来呢 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发白 发白的话就很容易坏的 其实放一点米酒的作用就是保鲜吧 就把这些盐水给它摇一下 这样它融化了就比较均匀了 可以了 期待10天之后就可以吃了 这样又带点酸 而且又带点辣 这样很开胃的 我也要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去 到时候你们记得通知我 上一集有个朋友说 练一张一起上去 那家里又没有那东西 就不练了 喜欢吃吗 喜欢吃的话 10天之后就打开来吃了 挺重的 那我们拜拜了 上去再见 想获得酒妹更多的福利 请点击右上方圈体栏目哦 哎呀 终于找到了 就是这个 我们这边叫做葛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我今天专门用这个来炒 前螺 这个很香的味道 炒出来的东西更香 一般这种的话它是野生的 不会有人去种 平常像这种竹林的话 它就会有了 煮天螺之前呢 一定要把田螺这个尾巴给剪开 这个田螺之前是表姐那边抓回来的 不知道朋友们看视频有没有记得 把这个尾巴点 Surface 把它尾巴进去 剪开一个小口就可以了 好了 把这个尾巴已经给剪完了 再来吃点很甜的 不容易 甜豆已经吃好了 你先来把这个切成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辣椒 好了 所有的肺肉已经完了 我开始炒了 放点姜河中头进去泡沙 泡沙就开始炒这个甜头了 鱼肉 大蒜 鱼肉好小 炒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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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里面 盐里面 鱼肉 放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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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刚才这个 水 放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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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么爬就过来了 刚好煮熟他们就过来了 我已经闻到了香味 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我最近进步了很多 哈哈哈哈 有点自愿 猪熟了 哇 哇 我第一次喜欢吃的 是不是你做的呀 对啊 今天表姐不在 我带她煮给她们吃 让她们试一下 哎呀 好了 我们也开始拍饭了 哈哈 看见她们吃的 比我煮出来还要开心 哈哈 明天你还来煮吗 你们喜欢吃的话 多一点 大家还来 顾着去磨 哈哈 明天煮好不好 好 好了 我们要开始吃饭了 那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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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